好,同学们,那么今天呢,想跟你们来做一个总复习 about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和 simple past tense 好,我快速的跟你们做一个总复习 然后也看一看那个句子,我们有一些例子在这一边 OK,你们还记得吗?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呢,就是在讲着一些很规律发生的事情 很习惯性,或者是你在说是你的习惯,你的喜好 甚至是一些不会改变的事实,短期内都不会改变的一些事情等等 OK,通常呢,我们都会加一个人的话,一个人he,she,it 或者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时候动词 我们会在the simple present tense的动词后面加s,或者是es OK,你就要看那个字本身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你就去决定它是加s,还是加es OK,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的examples,一些的句子 这些呢,是to show regular habitual action 就是在述说是一些很规律发生的一些习惯性的一些的动作跟事情 好,我们来读第一个 Edward plays basketball with his friends every Saturday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every Saturday是代表每个星期六的意思 代表这件事情呢,是很规律的 每个星期六都会发生一次的 所以呢,它就是属于the simple present tense的句子 很自然的,一个人的时候动词呢,就有加一个s在后面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I bake a cake and cook beef soup OK,我烘了一个蛋糕还有煮了牛肉汤 那么在这里呢,你看 I, you, we, day 多人的时候,甚至是用i的时候呢 我是特别的 他的动词呢,写回原本子 不需要加s OK,不管是第一个 或者是你在一个句子里面有用到另外一个动词 也一样,我们都不用加s的 I, you, we, day 都不需要 好,接下来 Miss Sonia teaches us English OK,Miss Sonia是一个人嘛 所以他的动词呢,会加s 但是在这里,这里是加es 因为他最后一个字有ch 那么呢,有ch,sh,o 这些字的动词呢,后面都要加es 还有ex等等 通常就只有这些啦,没有别的 好,接下来 The girl eats fried chicken OK,The girl是一个女孩嘛 你看这个girl是没有s在后面的 OK,看清楚没有s在后面 So,一个女孩呢 他的动词当然就要加s了 因为他一个人 好,接下来 Karma walks to school every day Karma呢,每天都走路上学 那么Karma呢,也是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动词也会有一个s OK,那么我们看下面 Here are some words used with simple present tense to show regular habitual actions OK,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些规律性 或者是习惯性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加这些字在句子里面 OK,那么前面这四个呢 我们通常都是加在动词的前面 动词的前面 Always就是通常,总是 OK,Sometimes,有时候 Rally,Rally的意思就是很少 很少就是很少数会发生 OK,never是从来都没有 好,那么呢 下面这四个呢 就是他的时间 Everyday,Everyweek,Everymonth,Everyyear 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 跟每一年 OK,虽然有些事情你很少会做 甚至是一年才做一次 可能 庆祝一些节日一年才一次的 但是它是属于每一年都会发生 对吗 所以它也算是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那么它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放everyyear 好,我们来再看其他的一些的例子 to talk about general truth 这里呢 就是在说这一些不会改变的事实 一些我们都知道的真相 例如 Sarawak is a big state Sarawak是一个很大的州属 State的意思就是州 OK 那么呢 这个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来的 它到现在 它以前现在未来都是一个 它的那个州属的大小不会改变 所以呢 你看 我们用了一个B word is 你可能以为is不是动词 但是is其实是 可以代替动词的一种 那么如果过去了的话呢 is就会变成 was 但是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我们会用is 好,接下来 A cheetah runs fast A cheetah runs fast 就是爆是可以跑得很快的 那么在这里呢 你看到吗 A cheetah就代表一只爆 OK,虽然是每一只爆都可以跑得很快 但是它在这里 它用了A cheetah 它在这里是一个singular noun 所以动词我们必须加s OK the sun heats the earth 太阳呢 给地球光和热 太阳给地球一些热能热量 那么这个heats呢 就要加s了 因为太阳只有一个嘛 它是一个东西而已 好,那么呢 总之你们要记得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它主要可以述说的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用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在什么situation OK,再说一些习惯 或者是规律性发生还没有过去的事情 甚至是一些人人都知道的真相跟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一定要记得当它是一个singular subject的时候 我们要加s三动词的后面 或者是加es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复习 about the simple past tense 这个呢你们应该记忆会比较 比较有心一点 因为我之前一堂课我才教这个嘛 OK,还有给你们背了一些 simple past tense的动词表这样子 OK,很简单的来带过 就是the simple past tense呢 在说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过去发生 也在过去已经结束了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并没有拖到现在还在发生 OK,通常the simple past tense呢 它就有一点难度了 因为它的动词会很不一样 那么有一些动词呢 它是加d 尤其是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有e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加一个d 有一些动词呢 它会加ed ok 那么呢我们先来读一读 lead, donated, used, save, received 好,你看看它的读音 还记得吗,跟你们讲过 其实不管是加ed还是加d 它的读音就是一个气的声音而已 lead, used, saved, received 除非那个字的后面呢 它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 有ted or ded 这种情况下,例如这个donate 它加了d过后就会变成ted 对吗 它就要读一个d出来 变成donated donated 其他的呢 没有t跟d呢 你都是读一个t罢了 ok so我们来看加ed的 plate, count, sorry, counted 这里有一个t look, called, what ok 接下来 这些呢是要换字的 我们叫irregular verbs 这些会比较难 因为你就需要靠自己去背起来 ok rot 它的原本字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right caught 它的原本字是catch when 相信你们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原本字是go broke 打碎 break set seat 还有walk woke up wake 好,我相信你们都对它们不陌生哈 好,接下来有一组特别 很特别的字 我之前呢没有跟你们说过 那么这一次呢我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呢,它是不需要换字 不需要加ed do not have to be changed 不需要换,就是说呢,不管它是用在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还是用在the simple past tense 它不需要加ed加d或者是换字 它就写回它原本的字 这些呢 要记起来哈 通常很常见的就是read,put,cut 这一些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老师 通常老师都会出在考卷里面去考你们 诶,到底知不知道这些字其实是不用换的 ok,常常我都会在考卷上看到 所以你们要特别的注意 set,let,hurt,cut,hit,put,read 这些动词呢,不管在什么形式下呢 它都不需要加东西的哈 不需要加东西 在present tense或者past tense都不需要加东西 除非它是一个人用 一个人用就要加s啦 在present tense 但是在past tense呢 它不需要加d加ed或者是换字 ok,所以呢 今天就跟你们快速的来做一个小小的复习 希望你们可以搞懂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tense 接下来呢,等下我会给你们一个练习是about 这个,the simple past tense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past tense呢 它需要做的练习会比present tense来的更多一些 那么今天我给你们的练习呢 就是这一个 Rewrite the sentences in the past simple past tense ok,你们要重写一次这个句子 但是你要把里面的动词换成 换成past tense 因为它里面的全部都是写 原本字或者是present tense ok,请把里面的动词呢 变成past tense 首先呢,不要弄乱自己 到底哪一个是动词 每一个句子不要直接写 你先把动词给找出来 通常动词就会在subject的后面 subject就是指人物 或者是一些人的名字 ok,或者是一些名词 这些我们叫做subject 先把动词找出来 然后 如果你们不看动词表的话 你们可以做出多少题 可以把它换成past tense ok,如果你们没有办法 真的是不懂它的past tense是什么 你们可以参考 之前给你们的那一个动词表 ok so,这个就是今天的练习 那么呢,这个练习等下会拍成一个照片 放在这个影片的下面 可以推出这个影片就会看到了 记得做功课哦